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星期五,繼續有贏波攻略 我是HAPPY FRIDAY 大家迎接週末週日 當然就不可以少了我們的節目 繼續有習塞電奴和我肥蘇 星期五,大家都知道 聽慣聽術或者玩開賽事 都知道球是不多的 但是也有很多機會去慢慢分析一些 反而精點去分析一些賽事 星期五,究竟有什麼賽事呢? 先來一場得越賽事 我們選了其中一場 這場球也可以跟大家聊聊 主場出擊的科特布斯 近期的成績算不錯 近三場未輸過球 也有兩勝一和成績 現在他們排在13位的位置 近期有一個特點好 入球能力OK 他們主場對著新特侯心 雖然最終贏不了球 但和2比2 反而作客贏,這班球很有趣 當然是兩場作客贏 嘩,3比0 大勝這個聖寶里 再支持一場 2比1贏 恩高斯達特 真是近期的代表作 主要科特布斯 也比較令人失望一點 近五場 只贏過一場球 另外和一場 輸三場 上一場 我都看好他主場能夠贏 恩高斯達特 但最終不能贏 比較失望一點 主場一比二輸給 榜首分子 哈佛帕林 也沒有說話好說 之前他踢的時候 哈佛帕林排在榜首位置 現在也是第二 如果看近方 似乎好像主隊好一點 當然近方主隊奧拉好一點 科特布斯雖然在聯賽排第四 但這隊球主要靠主場得分 作客的成績比較一般 29分裏面 有20分在主場得分 其餘9分賽事 即客場只有9分 就比較差 奧拉 一向主場也有很多作客 奧拉這隊球隊很喜歡追加入球大 所以你看到入球數字 在聯賽排第七至第十八名球隊裡 入球數字是最多 中下游分子 說入球奧拉就第一 所以這場球對聖寶利 我記得我也說入球大 我多怕他開不到大 幸好 都贏3比0 聖寶利不刪勝 奧拉也刪勝 已經連續五場球都可以大 所以這場球對著科特布斯 盡量排名比你低 主場應該落下優勢之下 我就寧願說入球大 隨時都出現 好像他們對著新特侯心的 2比2的賽果 或者3比0 2比1 總之 怎樣的賽果都好 我相信入球不會缺少 因為他們入球之餘 失球也失球 其實他們失球比得球更多 他們失球現在失了28個球 所以當然 現在的狀況來講 他們都要極力搶分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唉 慘慘 對 打完這一周 打完這一周之後 其實都要極力搶分 即是快沒什麼玩 得東聯 得北聯 得巴聯 得越 全部都極力搶分 真可憐 所以這場球 他們都不會有什麼保留 因為得越要停 停到到2月 嘩 休息一整個月 放鼠監製 所以 賈賈地都一定要拿回分數 這場得越 我跟習塞Dino的看法 都是要入球大的 接著去到何甲賽事 川迪對何華高斯 川迪這班球真是令人太失望了 即是 輸給PSB園奴分 不奇 但輸到0比3 就真的太離譜了 有些表現太差 而且防線 不但守不住 進攻又乏力 那場球對PSB園奴分 打得相當差 賈賈地都前列大戰 其實現在暫時分數 雖然輸給PSB園奴分 都是差2分 但那場球的表現 不敢恭維 近兩場都輸球 主場在歐巴杯的賽事 例行公司1比3 輸給希爾星寶 唯一近期的贏球 只是主場2比0 小勝海牙 至於何華高斯 近五場都一般 只是一勝兩和兩副 但大家都知道 何華高斯作下場是一般 對著嘉樂寧根 對著NEC比達也是輸球 主場贏的那場 是5比1贏諾達 作客也曾經和過威廉二世 以及上一場主場 和了烏特勒奴 其實表現比較浮 近期這兩隊球都浮 一般 雖然浮就浮 但川迪上一場輸給PSB園 其實是最後臨完場10分鐘 才輸多兩球 整場賽事和PSB園 都算是互有攻守 然後川迪 最後在後防線 即是被拿申格 巴達夫 沒有龍 那沒有 一個扭你三四個 再射入 即是表現後防線 不算太好 但對面 何華高斯真的非常之頑 對著 包圍的威廉二世 你都不贏 對著比達 你都可以輸 那些球隊 我完全是不會買的 所以這場賽事 非常之易簡 我就會撐回 最少暫時聯賽 都排第三年的川迪 即是會看好他 對嗎 我一向川迪 這波的印象 真是一般 因為他經常令人失望 但當然 如果你表面上 或者看近況來說 照計他們在主場 應該能夠 可以贏回一場 就贏這個 不是這麼善作的 何華高斯 接著是德甲再試 德甲再試 德甲打完這一周 就將會 血冬 過聖誕加 看看這波 會不會來一場 贏球 過一過 開心的聖誕 當然 已經取得了 冬季半程的冠軍 就是白日無尼克 主場出戰 無信加帕 球隊相當輕鬆 上一周也輕鬆贏球 2比0 脆脆地 不要贏那麼多 再贏奧加斯堡 主場贏巴迪 4比1 那場有兩人公事 都來了一場入球show 慶祝 今年看到一個走勢很簡單 拜仁主場就不介意大炒 也樂意大炒給你 作客不失球 緊勝 穩勝就行了 很厲害 所以其實 白日無尼克在主場 暫時只是輸過給利華古信 失球又少 八場只失過5球 入了23個球 六勝一和一負 當然現在他們的成績 已經帶來第二位 比利華古信11分 這場球要贏 其實都不難 不過近方也不錯的 武信家柏 其實近五場有三勝兩和的成績 上一場主場贏 勉恩斯 之前也有一場聯賽 就是和了蕭克和和了奧格斯堡 不過相對作客是差一點的 這個武信家柏 雖然武信家柏作客不算太好 作客暫時才拿10分 作客成績 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 但武信家柏 今年加上歐巴 22場球中 有20場球都會入球 這表示 其實武信家柏的入球能力都非常強 那拜仁就不用說了 43球有23球的主場入球 所以這場球 我看一看應該入球大 就算拜仁可以贏 但這場球都代了3分 武信家柏也應該可以破彈 所以拜仁要兩球兩球半 我覺得太辣了 上盤這麼辣之下 不如入球大 我對上盤也有個憧憬 這場球覺得聖誕前夕 送些聖誕禮物 但比球幣 我覺得這場球不怕 這場球 因為武信家柏的防線一般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早前對著漢樂威都可以大炒 其實他近期主場 除了一場和了多蒙特 比較頑皮 其實在主場 他要贏的球就可以大炒 總之我自己覺得 近期歐聯亞不需要踢 所有賽事根本就休息充足 所以在主場 來回一場大炒 還有之後的比賽 他們要到1月19日才回來 所以這場球 我覺得這場球 沒有需要保留 這場球 我大膽一點 我就給個上盤 習慧天奴給個入球帶 然後到星期六組織 一些OA O職賽事 墨爾本勝利 對著布里斯班思考 這場去看看 究竟 買哪隊好 或者玩哪隊好 這場很熱 怎樣呢 布里斯班思考 作下成績五戰一分 入三球失九球 墨爾本勝利主場 五戰十分 這樣的成績 這樣的黃績 這樣的紀錄 都是支持主隊 如果看近期 墨爾本勝利 上一仗2比4輸 比阿德雷德 始終都要前列大戰 鬥攻的情況下 2比4輸 但主場贏 柏斯光輝 主場亦和中岸水手 中岸水手 大家都知道現在都是前列分子 排第一 所以看到墨爾本勝利 近期的入球能力 各方面都可以 也是那一句 打完東亞杯 回來幾個主力 尤其是前線的艾奇Thompson 縱使大家會覺得 澳洲國家隊這個球員很一般 但他們沒有理會 他在墨爾本勝利陣中 是不好或缺的人物 其實球員都可以休息夠 還有法蘭籍 這個後防球員入選了 還有美尼根 最重要是這兩個球員 防線上都歸隊 沒問題的 完全都覺得可以應付 至於布里斯班思考 正如札蔡天堂說 主強就嚇弱 輸給墨爾本洪森 又1比4 輸給中韓選1比2 連對著西部色尼都輸 那一刻才慘 即是布里斯斯班思考 對著墨爾本洪森 就輸4比1 今場波日又回墨爾本 對著勝利 我相信都很難搞 都被人解僱 應該都是 就算不要得罪說 不解僱 都輸 都是輸 不解僱都輸 所以這場簡單一點 我和習泰天堂 就捧一捧墨爾本勝利 接著看看兩隊 這場是色尼打比 色尼FC 對著西部色尼 兩隊都一般 色尼球隊今年就一般般 色尼自己排榜尾 好一點 西部色尼反而 分數是第4 但當然 其實榜尾和第4 相差3分 所以這場波日的意味都很大 一來就是色尼打比 二來就是分數上 隨時一贏一輸 就倒轉了 色尼上場 2比1 再贏了 威廉頓鳳王 但之前一場也主場 和 白爾本同心 0比0 叫做回穩了 近期的成績 至於西部色尼 其實照做憑著 很可愛的 別人送禮 他自己不入球 但布里斯關斯敲 送禮 所以最終憑著 烏龍球 就1比0 但是大家看到 西部色尼的入球能力 真是低得可憐 我自己覺得 有很多場球 完全把握能力太差 雖然 他們現在的假地 排在第4位 但你看看他們的入球 只有6個球 即是說入球數字 入球能力 就是色尼FC 遠比西部色尼好 即是他 即使輸球賽事 都是後防失球失得多 而不是前方入球 入球得少 好像對著中岸水手 就輸7比2 後防失7球 前面入2球 主場對著麥爾本 勝利輸2比3 作客輸給布里斯本 思考輸2比4 即是後防的問題 但最終是西色尼 就流浪 不懂入球 所以這場球 在進攻能力 比你好之下 應該可以贏 再者手循環 作客輸給1比0 回到主場 讓評判 我相信主隊的上半 是可以買的 支持主隊 不想了 因為質素所限 西活色尼始終的把能力差一點 還有人腳相對都差一點 即是這場球 縱使你排榜尾 但都讓球 都可以的 簡單一點 這場要主隊 捧主隊 今天星期五的人波攻略 都簡單單 希望提供到好的提示給大家 當然也要上Bobo18當 看看我們其他拍檔的提示 還有語音賽前分析 語音半場分析 還有動新聞 以及入球片段重溫等等 所以記住 除了捧贏波攻略 另外要上Bobo18當 今天時間差不多 星期六日 繼續有我和盤王傑 跟大家分析大部分主流賽事的賽事 明天再見 拜拜